要不是你抢落的军火 这辈子我都不会上黑龙潭 凭你刚才说的话 你要是再犯军火 老娘还抢 你说你 你 你咋会是土匪呢 啥都不要说了 来 喝酒 一个老爷们跟女的喝酒 算啥本事 长官得一向说话算数 他要是输给董秋实咋办 喝喝喝喝喝喝不醉不贵 董老板 还能喝吗 谁 谁说我不能喝 我还没吐 没吐 没吐呢 干 够啊 够啊 掌柜的 掌柜的 再拿几坛酒来 掌柜的 你还喝呀 对 去 掌柜说来 把你们黑龙潭的酒 全部拿到这儿来 去 我们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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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姓董的 你要是个男人 把酒喝了 我俩喝 我不跟你喝 我 我 我告诉你 我跟你们掌柜的打赌了 你喝不喝 我不喝 喝不喝 我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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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辉 你把董老板 送回房去睡觉 快去 快去 还敢跟我喝酒 还敢跟我喝酒 也不 走了 我 能不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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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 我 早 你还想去抢字画 你不是喜欢字画吗 你懂得郑伟吗 不懂我可以问别人哪 这书你能看到吗 我倒背如流 不信 你随便说哪个章节 第四十五位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讲干中计 且说周虞闻诸葛锦之言 转恨孔明 存心欲谋杀之 次日典齐军将 入辞孙权曰清先行 孤己起兵季后 于辞出 与成普鲁肃宿领兵同网 随即邀孔明前行 孔明欣然从之 掌柜的 兄弟们在等着你呢 哦 我知道了 掌柜的 不能还军火 要我命一条 军火绝不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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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老板 老板 你看见了吗 不是我不还你军火 是弟兄们 弟兄们 你看 你看你们这是干什么 都起来 起来吧 起来 我们起来说话 张柜的 你是这儿当鸭子 弟兄们肯定都听你的 你先让弟兄们起来 然后再给他们解释解释 让他们把军火还给我 好吗 把军火还给你 那就把老子的命给你 跟老子这儿要军火 给老子十个老婆都不坏 不坏 拿你老婆女儿给老子坏 老子也不坏 坏 坏 孟老板 要枪是吧 你从老子裤裆里钻过去 老子就给你枪 钻 钻哪 钻 赶紧给我钻 钻 钻 干啥 想走啊 好 想上来就上来 想走就走 董老板 人家韩信都能受胯下之辱 你不过就是个小小的会长嘛 没什么了不起的 是 是 钻 钻 钻哪 来呀 钻哪 赶紧给我退下 退下 混蛋 太不笑话了你们 董老板 也是西安城有头有脸的人 俗话说 有礼不打上门客 况且 咱们还抢了人家的东西 怎么可以这样无礼呢 董老板 说句实话 这军火 我真的不能还 就算我欠你天大的人情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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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老板 请留步 董老板 刚才兄弟们对你不公 是我没有管教好 为此 我对你表示歉意 你别再跟我假认假意了 你知不知道 这么精良的武器 放在你这儿简直是浪费 你知不知道 这么贵重的军火 如果放在其他的地方 会有多么重要的用途 你心里只想着 你一个小小的黑龙潭 我告诉你 黑龙潭在中国的版图上 只有芝麻打这么一点 它甚至还不如 算了 跟你说这些有啥用 你根本啥都不得 光辉 备马车 送董老板出帅 董老板 上车吧 你 怎么啦 你咋会是土匪呢 你咋当的土匪 身不由己嘛 我劝你还是放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既然你已经知道 我现在已经是佛了 你是佛 是啊 我每天都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睁开眼睛 看到太阳染红了大山 闭上眼睛 又听到鸟儿归零的叫声 我吃的是自己种的粮食 喝的是黑龙潭甘甜的水 行走在山林之间 心净如水 心平气和 你不过 过的是神仙过的日子 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佛 董会长 后会有期 我不想后会 更不想有期 前面的路是黑的 你敢保证 咱们俩永远不会见面吗 走 走 冠辉啊 怪我 全都怪我 麻子喜欢女人 她好色 我担心她骚扰周围的百姓 我就叫她去了西安 我知道她时常逛窑子 可我 可我没想到 她真死在了女人的手里 姐 你也别太难过了 不行我进场城 杀了那几个妓女 替麻子兄弟报仇 你还嫌流血流得不够啊 打死麻子那个警察 咱总不能饶了她吧 我一定要查清楚 到底是谁杀了麻子 我要亲自为麻子报仇 姐 我想问一下 你为啥要跟那个姓董的 别喝酒啊 咱们欠人家的呗 咱欠她啥呀 就因为董大年死那事 还能欠谁的呀 可你也救过她儿子一命啊 那不就可以抵了吗 上天是公平的 谁让咱们碰到她 三十九度八 刚才我给她检查过了 废倒没事 我爸刚回来就躺下了 连饭都没吃 得先把体温降下来 这样下去人会烧坏的 那咋办呀 淼淼 你让人打一盆凉水 拿条毛巾来 好 董老板 我对不住你 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我抢了你的军火 可我又还不了你 好 淼淼 你先回房间去休息吧 阿姨 你去休息一会儿 我来照顾我爸 今天晚上很重要 我得守着 你先回去睡 明天早上来替我 好不好 好吧 嗯 去吧 不不不 秋实 不 秋实 怎么了 秋实 那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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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要还过我 你 秋实 我 叶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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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你是好人 你是好人 好女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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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欺 我要欺你 就是 我要欺你 欺你 我欺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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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老王 我这还没站稳脚根你就来了 有件事吗 医院急需一批药品 我是来各大医院采购的 需要我做什么案 这件事我一个人就行 马部长让我顺便来看看你们 他再三交代 让你们尽快展开工作 我明白 好 秦云 咱们这是不是太奢侈了一点啊 你叫我啥 你忘了 哥 我忘了我忘了 你说咱俩咋一夜之间变成兄妹了 记住啊 以后一定要叫我哥 总觉得别扭的话 没事 习惯就好了 咱俩长得又不像 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没事 没事 女儿像爸 儿子像妈 再说 咱俩是表兄妹啊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 啥问题啊 总觉得这儿太张扬了 我原先以为是个小店呢 这你就不懂了 既然咱们是字画号 就一定要像模像样 要不然 反而引起别人的注意 爸 你把人吓死了 发着高烧 嘴里又说着胡话 叶曼阿姨照顾了你整整一晚上 不要 不要了 爸 你常教导我说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好 淼淼啊 你知道黑龙潭的土匪头是谁 他长的是啥样子吗 土匪肯定是五大三粗满脸胡子 错 他就是捐了一块军砖 在城隍庙 救了爸爸一命的那个女人 是他 他咋可能是土匪呢 是啊 爸爸也在奇怪 他为啥会是土匪呢 爸爸 那他会不会是当年杀害我爷爷的那个女人 他叫天才侠 你爷爷死的时候 他还没当土匪呢 他长得 可一点也不像土匪 话归易 话仁男哪 可是 他 他好像 并没有我们想象他那么坏 还不坏啊 他抢了你的军火 你咋还替他说话呢 爸爸不是替他说话 爸爸只是 只是当时对他有些好感 爸 你是应该结婚了 叶曼阿姨可一直等着你呢 怎么 好 当女儿的操心起爸爸的婚事来了 只要你结婚了 女儿就不操心了吗 真的爸 你到底喜不喜欢叶曼阿姨啊 哎呀 这让爸爸怎么说呢 我觉得 自从他到了西安 你帮他开诊所 他时常来照顾你 按理说早就应该走到一起了 孩子 你还小啊 你要知道 爱跟喜欢 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怎么样 啥 你再说一遍 你的文化都跑到哪儿去了 我再说一遍 也是叫黄河自画店 人家都叫啥啥斋 要不然就是有诗意的名字 你倒好 黄河自画店 一看就知道是外行 你看 又不懂了吧 咱这压根就不是收藏自画的 再说了 真有名贵的自画 咱也买不起啊 那就没一个人 会到咱们店里来的 你干吗老跟我抬杠 马部长说过啊 你要服从我 好 服从服从 这牌匾 应该请人来写啊 请谁啊 咱们在这儿谁也不认识 你忘了 马部长跟咱们说过 有一个叫 董秋实的爱搏商人 请他来写 刚好有个由头 就这样 明明 你先收拾店铺 我去登门拜访董秋实 爸爸慢点 爸爸没事 爸爸还不是一个老头子吗 俗话说并来如山倒 并去如抽丝吗 爸爸感觉好多了 那你想吃点啥 我安排下人去做 再说吧 我们老爷来了 老爷 这位先生找您 说是有事 好 你去吧 您是董会长吗 我是董秋实 在下秦园 准备在西安 开个小小的自画店 想请会长给提个字 不知会长是否肯赐墨 你笑啥 会长家的画 有话直说吗 草头是艳品 好艳力 坐 扫一眼便知道 挂的全都是艳品 不过 兵荒马乱的年代 总不能把真迹都挂出来了 难道先生家里藏的有真迹 好 惭愧 小殿刚刚开张 还没有收到好的字话 不过我相信 十三代王朝的古都 肯定有不少好东西 你就不怕收购到艳品吗 这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光的 尤其是对中国字话 我还是略懂一样 好 那我倒想听听 年轻人 能否跟我谈谈北宋的字话 宋的 会长考我 考谈不上 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如果我们俩要是有缘的话 我一定给你提这个字 不敢在会长面前 扳门弄斧 年轻人 太谦虚了 那就是虚伪 你要知道 在西安这块土地上 可是要凭真本事吃饭的 那我就现手吧 我昔耳恭听 总体来说 北宋的绘画 是将无我之境 推向了绘画的巅峰 宋代绘画 尤其是北宋 被宫认为是难以愉悦的 宋人的审美情感 和审美理想 是从鞍马人物 转向了山水花鸟 从宫笔仲彩 转向了水墨浅降 其中最显著 最明显的绘画现象 就是文人画的兴起 因此贡献出了 比唐代更加庞大 更有文化修养的阶策 也就出现了 一大批杰出的画家 现在看起来 价值连城的画呀 在那个时候的变量 随便都可以 装唐嫁女 一个小小的餐馆 挂技服 崔一白赵昌的话 吸引时刻 那真是司空见惯啊 会长 言之不到处 还请多多指教 不不不不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分析起来 倒是很有见谛 我爸可是不轻易夸奖人的呀 那会长 肯为小店赐墨了 看来先生挺有学问的 但为何给店铺起一个 这么土的名字啊 黄河还妥 均不见黄河之水添上来 黄河孕育了中华民族啊 黄河自华店 虽然缺少了点书剑气 但却气吞山河 淼淼 言末 好 好 你说你叫秦园 你这个人很神秘呀 第一次在周文俊家里 看见你的时候 是 东小姐 这是我们的秘密 好啊 但是你得告诉我 你到了西安 那周文俊的妈妈 有人照顾吗 她现在在哪儿 好 她呀 一直在我老家 有人专门照顾她 她过得很好 东小姐 你知道这些就行了 告辞 嗯 好 好 人家开张都热热闹闹的 放个鞭炮杀的 咱们这是不是也太冷清了点 咱这开的不是店铺 是连路站 还是不眨眼的好啊 淼淼 你是不是嫌我文化不够高啊 好 我就不信她的文化比你爸还高 询问比你爸还深 算了 不去 我知道你是想让我揭示一个 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我哪能辜负了你的好意啊 那好 一会儿进去 不许摆你的警察臭架子 你知道吗 金香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个人的职业病 尽了谁都怀疑 好好好 听你的 大小姐 走吧 走啥走 到了 你看 我爸写的 黄河字画店 啥人哪 这么大气派 连这也敢 金香 好好 我知道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其实我这个人哪 虽说清高 但还是服人哪 我看你这人哪 嘴上说服 心里还是不服 秦云 你的店开张 我带个人给你祝贺一下 不欢迎吗 咋的不欢迎呢 就算你们天天来 我也欢迎啊 这位是 金香 警察局的金队长 迟了 把枪放下 退后 退后 别往前 好 金队长 你好 我是秦源 你好 好 好 这是我的表妹 马明明 明明 这是董小姐 你好 你好 你们吃了没有 要没吃 咱们一块吧 你看 刚出过的小米粥 不用了 你不用了 好香啊 哪儿的小米这么香 陕北的小米当然香了 陕北 你胡说啥呢 这个啊 是迪赛园上的 我这表妹啊 不懂 人家说陕北的小米好 她就以为是陕北的小米了 对对对 是迪赛园的 都说陕北的小米香吗 我表妹啊 她从小爱吹牛 如果别人说她头发好 她就说她的头发像猪毛一样硬 一样黑 好烟 你要再骂我 我就不给你做饭了 好好好 我以后不说了 就只要说我 别生气了 秋实 血压很正常 看来啊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都说正常嘛 你非要给我量 我想出了那么大的事 你受到惊吓 血压肯定高啊 其实啊 也没受啥惊吓 只是气氛罢了 你在土匪窝里整整待了两天 能不受到惊吓吗 要是我呀 早就吓死了 说真的 这次上黑龙潭 说不害怕 那是假的 可是如果我不上黑龙潭 我就永远无法知道 这个女人天才侠就是土匪 土匪头 可就是这个女土匪 居然把你给吸引了 谁说他吸引我们 你忘了 第二天人家没来打针 把你给急的 紧接着人家在城隍庙救了你的命 那几天天天把人家挂在嘴上 你看呀 不要再提这个女人了 就是 你还记得你发烧的那个晚上 你对我说的话吗 傻话 你说 你说 我是个好女人 你 你要娶我 我 我真说了 难道我会骗你呀 我 你看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可我不希望这样 对这幅画有兴趣 这幅是崔白的双喜图 崔白有三幅画 那是传世之作 这幅双喜图是个雁品 但是你看 水墨淡侧 一只兔子在树下左孤右盼 两只喜鹊 一只在枝头 一只向下冲 这些小动物 神态逼真 虽然结构简单 但是呢 动态十足 这样的家族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崔白的哪三图啊 崔白的双鹤图 寒鸥图和这双喜图 这三幅画现在在啥地方 我要知道这三幅画在哪 我都恨不得去抢了 你就不怕警察 兄弟 你知道这三幅画值多少钱吗 够咱们荣华富贵好几辈子了 你真敢抢啊 开玩笑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再说了 钱没花完 人死了 要那么多钱有啥用啊 那我以后要是有了啥好的字画 古玩啥的 兄弟你能帮我见别见别吗 愿效全马之力 咱俩初次见面 你就愿效全马之力了 这人哪 有的时候交往了一辈子 平时吃吃喝喝 称兄道弟 可关键时刻 找不着人了 但有的人呢 交往没多长时间 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对方 要不怎么说 有相见恨晚这句话呀 好 今天就冲你这句话 我请客 出去吃顿饭去 你请客 对 我请你们兄妹俩 不知咋搞的 虽说咱们是第一次见面 可我总觉得 咱俩前世有缘呢 好 你请客 我掏钱 我请就是我请嘛 虽说我是个小警察 请吃顿饭还是掏得起的呀 不是 你看 我俩正在吃饭呢 这不还没吃完吗 正好出去接着吃 去吧 咱们初次见面 就已经称兄道弟了 出去吃顿饭还推辞啥呀 走走走 好 这样 你跟董小姐呢 在这儿稍待几分钟 我跟表妹呢 去收拾一下 这就出来 今天不做生意了 好 明明 我跟你说 这个警察我见过 见过 啥时候 这个行星的 就是打死田玉明的那个警察 他打死了田玉明 然后拿走了他的钱 但对于我们来说 可是做了件好事 贪财的人不可教 你呀 还管他叫兄弟 那还不怪你 一句闪败小米 他马上警觉了 我不得不跟他套进我 咱们在西安这个地方 人生地不熟 这种人 说不定啥时候就能用得上 得了吧 我看你是引狼入室 管他是不是了 咱还不能得罪他 那咱们可以找借口啊 不跟他吃饭 你懂啥 这顿饭非吃不够 咱们要不吃 他会怀疑的 待会儿 吃饭的时候不准说话 嘴容管把锁 听见没有 那我不去 不去不行 不去 必须去 你听了没有 这是命令 这个人有学问吧 那也不过是在字画上的学问 你还不服 个人吃个人的饭吧 我就不信他去当警察 会比我强 淼淼 淼淼 我说的是实话嘛 淼淼 这小米确实是陕北的小米 咱们关中的小米没这么黄 也没这么大 更为这么香 啥意思 我吃过陕北的小米 你怀疑他们 怀疑倒谈不上 不过他们确实是在撒谎 我在想 他们为啥要撒谎呢 那等你调查清楚了 咱们再去吃饭 淼淼 你瞧你 我只是说说而已嘛 不过 我确实对那个姓秦的小子 还真有点莫名其妙的好感 总觉得他挺亲的 我也说不出到底为啥 我以后会好好帮他的 你这个人怪不怪啊 一会儿怀疑 一会儿又很亲 或许这就是职业病吧 亲归亲怀疑归怀疑 谁要是跟你生活在一起啊 太可怕了 一会儿亲一会儿怀疑 淼淼 一会儿我们在一起了 我永远不会怀疑你 金香 我可从来没答应过你啊 淼淼 我对你可是真心的 好 像啥呢 姐 我这几天啊 有点心神不宁 我想去趟西安 去西安干啥 没事 闲逛逛 我 我知道麻都死了 你心里一直不好受 你是不是想替麻子报仇去 这点事我去就行了 用不着你出吗 不 这次我一定要一个人去 你不能一个人去 姐啊 咱们刚跟警察交过手 再说那小警察又认识你 董秋实也在等着抓你 你去太危险了 光辉 西安有那么多的人 我就不相信 他们就能偏偏认出我来 反正你不能去 要去我去 我一去西安 我就能知道是谁杀了麻子 好了 光辉 我是想去报答董秋实 是 报 报答他干啥呀 你别想歪了呀 当初咱们杀了董大念 是迫不得已 可万万没有想到 这不是冤家不巨头啊 现在我们抢了董秋实的军火 我这心里面啊过意不去 姐啊 你不会是喜欢上董秋实了吧 你胡说 别忘了是我杀了她的父亲 好 是 卡丽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